俊马银心 情义农 春节对孩子们来说最高兴的是 莫过于得到不少压岁钱 长辈分发压岁钱的习俗依然盛行 但是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 这种传统习俗已经逐渐消逝 晚辈重视压岁钱的金额多过于它的意义 让人不禁感慨 年未变了 大年初三的马年专题报道 岁岁平安 要带您重新证实压岁钱 并教育孩子如何善用这笔财富 您看到的精彩节选片段 是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贺岁片 压岁钱 影片讲述 一元压岁钱流转在1930年代 各阶层人物手中的故事 透过这枚银元展现社会百态情结 让人反思压岁钱的意义 但是又有多少现代人了解背后的含义呢 不知道 压岁钱的来历渊远流长 传说压岁钱可以压住妖怪碎 长辈就用红纸裹着压岁钱 给晚辈保平安 寓意化胸为疾 好让晚辈可以平安度过一岁 由于碎和碎发音相同 因此也叫做压岁钱 但是纵观现在 压岁钱的意义已经大不如前 孩子们期待红帮风里头的压岁钱金额 多过它包含的意义 加上生活素质日渐提高 父母给孩子的压岁钱 也跟着水涨船高 50元 50块这样子了 50块了 现在什么都涨价 钱人像看不到value了 百石钱穿踩现场 分来在镇自收藏 商量爆竹谈销价 天得娇儿一夜忙 这篇诗歌要表达的是 以前的小孩没什么消遣 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和玩具等等 反观现在的小孩 难免会大肆挥霍压岁钱 由于担心孩子没有理财观念 不少父母选择将压岁钱全盘没收 冲作储蓄用途 以备不时之需 拿到红包钱放进银行去 存起来给他们的education fees 以前的长辈给压岁钱 是利用一张红纸包着 外面写写祝福语 孩子就非常高兴 现在的父母出手越来越阔气 孩子反而更注重压岁钱的金额 而忽略了当中的意义 与其担心孩子挥霍 不如让孩子学会理财 培养孩子的理财观念 理财专家认为 现代父母必须要有省觉 不管孩子处在什么年龄 只要好好教育 便能灌输和培养他们正确的理财观念 引导他们做到先分配后花费 零用钱呢我们要把它规划成三个主要的部分 就是即时花费 财务目标还有间线 所谓的即时花费呢 就是每一次你给了零用钱购呢 他都会用完了那一笔钱 用来在这些固定的开车的项目 在孩子的生涯过程里面呢 他不管他在哪一个阶段 他都一定会有他想要的东西 这个主要的领域呢 就是变成他的财务目标 也可以把它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要有一个监限的目标 让他懂得怎样去发现金钱的意义和价值 话虽如此 但一般上父母还是会面对一些问题 多给压岁钱 孩子才有购买能力 有错吗 跟着孩子的这个情况 来增加孩子的这个责任 就是说多钱 你给他有机会借出更多的钱呢 你一定要把更多的责任放给他 父母亲要很多跟孩子 有很多的这些沟通和互动 如何与孩子建立理财的沟通桥梁 比如说那些纪录部啦 这个零用钱学义书 所以还没有开始给孩子零用钱之前 我们会跟孩子谈判 就是一个学义 每一次给零用钱是给多少 多久给一次 那我给了你零用钱过呢 这个钱是用在哪里了 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去检查他的纪录表 看他的零用钱用在哪里 当他犯了一些什么规矩的时候 他懂得他哪里做的不对 鼓励孩子投资会不会太早呢 所以父母亲不要觉得让孩子小的时候 投资是很不对的 如果孩子现在已经是十多岁 或者是已经接近 就是开始已经有了自己管理这个钱的能力 就算他几岁都好呢 我们已经要有一个责任 让他去学习 投资呢不是说就把他租的这个钱 就是这样子投资进去 投资是吸水长流的 压岁钱不能没有压岁只有钱 无论如何压岁钱的分量大小 并不能衡量长辈对晚辈的关爱程度 只要继续传承压岁钱的传统精髓 心情才会变得更争执长久 RTM黎运祥专题报道